哈喽,大家好,我又来了,这是哪儿,我现在在哪里,我现在在开封府,看看这个地方,看看这是哪儿,开封龙亭,开封龙亭,开封这个地方嘛,北宋的东京啊,东京变两,就是我们也是有东京的,所以东京其实并不是个地名啊,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北京,北京也不是只有那一个北京,东京也不是只有一个东京, 宋朝呢,宋朝有四个京,东西南北四京都有,哎呦,这旁边好朋友太,哎呦,天呐,躲起来,躲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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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太吵了,太吵了,太吵了,好,这个,现在我在这个地方就是开封龙亭啊,我们转一圈,我们转一圈,从刚才那个位置转过来,大家能看到,哎呀,这是在一个龙亭公园里边的小土山,小土山上, 啊,那个修的一个小亭子,然后,哎呦,哎呦,哎呦,有这个,有河南人啊,这个,那个,熟悉熟悉,您再重温重温一下啊,这地方,哎呀,弄了一个皇宫啊,这个,弄得整得跟太和殿似的,其实呢,都是假的,哈哈,这历经图治,这弄了一个龙椅, 这个,本来呀,这个,这个位置,就不是皇宫啊,就是这县地方是原来的皇宫的地方,但是现在早就不是了,你说,我到那个大明宫那儿,好歹我能找到一个台机,对吧,那个,大明宫还原店,我还能找着,你到那个,北京故宫,那就根本别说了,就是故宫就是那个样子,对吧,那个,原来什么样,现在还是什么样, 那个地方还在哪儿,但是你到北,北宋那个,开封城,你想找那个遗址,那费得尽了,在哪儿呢,脚底下,在脚底下,然后要不就是在这儿,你看到这个,这是龙庭湖,这龙庭湖,就在这儿湖底下,因为开封这个地方,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,就是城落城嘛,对吧,因为它在黄河的下游了,然后黄河一淹,这就是黄饭区,然后,一带给淹了,而这个地方,你要是古代的, 古代打仗的时候,你想,想攻破这个城,最简单的办法就是,就是那个啥,就是用水攻,明代,明代大梁城,不是明代大梁城,我瞎说什么呢,啊,战国的时候,秦始皇灭六国,灭到魏国的时候,大梁城就是灌水,灌水用的什么水啊,鸿沟,那个时候,其实,开封现在临着黄河啊,其实那个时候,根本离黄河还挺远的,离黄河有个大概二百里,啊,那个,当时就是鸿沟,鸿沟本来是做的运河,啊,这个,开封城, 是城也运河,败也运河,是这个地方,啊,你平时,那个,清明山后多大都看过,对吧,变河,然后下来,呃,都很,那个,就是很繁华,很繁荣,啊,看那个里边,那个,各种各样的电影,啊,人民生活水平都很,都很好嘛,都很惬意,啊,唱歌的,呃,说书的,唱曲的都有,呃,但是你如果真打起仗来,那个水往里边一灌,这就全淹了,所以,从大梁城开始,然后到唐朝的汴州城,啊,到那个五代,宋,黄城, 然后,啊,经朝的城,然后明朝的城,明朝的时候,那时候跟李自成打,哎,李自成还是张显忠,应该张显忠好像是,14,1642年,哇塞,水灌开封城,当时,开封城还有30万人,30万人,最后就剩下了2万人,就想想吧,我当时看那个书上的记载的时候,看了那叫,哎呀,把这个城整个都灌了,灌了之后,淹了之后,就在船上还打呢,我的天,太惨了,所以开封这个地方, 你要想找的话,一层一层落起来,大概就在,那个位置,那个位置,就是有一个城洛城博物馆,我看看有没有时间去,啊,这事,啊,我到这来就想,我说那哪个地方有代表性呢,想来想去,城洛城确实是个地方,那可能有点小,啊,而且,嗯,不太好弄,然后就到了龙庭,龙庭这个地方呢,是在周王府的眉山那个角度上,建的,周王府,你像明朝的一个藩王, 他还是站在这个地方,修了那么一个王府,但那个时候已经,已经不是那个帝都的规模了,啊,早就淹没到底下去了,啊,但是北宋在这个地方是留下了最繁华的一笔,我们说这个,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顶峰,其实是在宋朝,宋朝其实就是,国防的格局太差了,没有办法,啊,对呀,只要战争,河南首当其冲,那你是中原嘛,你有什么好说的, 那定都在,定都在,咱们前面说啊,咱们传统定都地点是在长安,对吧,关中地区,要不就是洛阳,啊,这个地方,洛阳你好歹我们刚才一路上还能看到说,洛阳西边是山,东边是山,中间是个盆地,这还有形式可守,啊,你从郑州过来到开封,一马平川,再从开封往北,我明天要从开封回北京,这一路上,华北大平原,那个啥都没有,就,就,一座山没有,就,唯一的天险就是, 黄河,你不能一下子一打就打到黄河来,对不对,就是丢了幽云十六周,明天我们好好说一下这个事,啊,就当时,你像我现在在住北京,啊,北京当时就不是大宋的地盘,哈哈,说杨家将,说在古北口,那还有杨,杨家将,那个,杨继夜,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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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,有一块碑啊,什么纪念的,这什么东西,其实跟那一毛钱关系都没有,根本就不是防那个地方,哎,精惨的,啊,他就是国防,但是,这你说赖大宋吗,这不赖大宋啊,这个,他又不是在大宋手上丢的,啊, 在那个五代的时候丢的,那个后进的时候,石敬堂想当皇帝,然后卖给弃丹了,啊,但石敬堂也很冤的,石敬堂他又不是汉人,无所谓,对他来说,他能当上皇帝和,和那块土地之间,你说他选什么,对吧,我只要这块土地,反正那时候还不是他的,卖就卖了,卖了之后我能当皇帝,那我就当呗,这买卖,对他来说划得来,这么一算,但是一害无穷,最后燕云十六周,成了影响宋朝这一代的,这个,所以国防的格局非常的局促,啊, 而且呢,宋太祖,赵匡印嘛,他的武力还行,啊,进下这个,武功天下第一啊,这个,历朝历代的皇帝里边,武功天下第一,啊,但是,但是他力量也不够,所以先变了南方,后打北方,打到北方的时候呢,又打败了第一次,没打赢反正是,然后后来就死了,当然这死是个疑案啊,可能是他弟弟给弄死的, 那行啊,你弄死了,他弟弟就赵光毅嘛,能上来也行啊,结果呢, 打烟鱼石头,打到幽州,打到就是现在北京西之门丽礁桥那个地方,有个高粱河,高粱河桥,打到那个地方, 大败亏输,哎呀,只能坐着旅车逃跑,啊,毛主席当年读到这地方有一句评语,叫,此人不知兵, 此人不知兵,那就没办法了,这个事,这就坏就坏在他们家手上,好吧,那,这个地方反正就是开封的隆情, 那北宋的皇城的遗址在什么地方,就在这湖底下,就在这湖底下,具体在哪里,我也不知道,这个要排水排掉, 然后一层一层你就挖吧,啊,但是这现在,它跟那个大明宫不一样,大明宫后来变成了西安的郊区, 所以,那个,也都保存的还比较好,啊,遗址嘛,你扒拉扒拉,那个土台子还有, 但是这些都已经是开封市里了,这都是非常,现在也是非常繁华的地段,啊,对啊, 那个方向,那个方向新修了一个什么清明上河园,啊,我这次来,这个,咱这一路上特意没有进这种主题公园,啊, 像那个什么大唐芙蓉园,在那个西安的时候就没去,反正都是假的,那就没去,那个,呃,这边清明上河园, 一会儿看看嘛,有时间可以跑一趟看看,到底什么样,就是,大宋主题公园, 哈哈,哈哈,对,难得有个湖,你不能啥也没有,啊,哈哈,龙庭湖,啊,龙庭这是后来清朝才建的, 明朝的时候那个城刚才说已经被淹了,啊,清朝的时候就在这个山上建了一个, 为什么叫龙庭呢,放了一个,就康熙年年建的,放了一个万岁牌位,啊,这个, 这个,开封,天高皇帝远嘛,皇帝又不再开封,那每年那个过节的时候想拜皇帝,啊, 这个,祝皇帝万寿无疆怎么办呢,到龙庭这个地方来,啊, 所以这地方叫龙庭,皇帝是真龙天子嘛,啊,也就剩这个了, 其他的真的没什么,所以大宋这都往图里吧,哦,铁塔,铁塔应该是真的, 其他的都没了,哈哈,好吧,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,啊, 明天我就要返程了,我看看明天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, 咱们再聊一聊,啊,今天咱们就这样,再见,拜拜, 哎,还说什么,哈哈,不一样,开封是宋都,杭州叫行在, 杭州叫行在的意思就是我是临时在那地方, 结果没想到临时,一临时就临时了一百多年,哈哈, 再也回不来了,好吧,拜拜,拜拜,